菜單宣傳廣播無限循環 最終罰款三千元 這些噪音滋擾問題有多嚴重? 我對她完全沒有防範的心 每次來, 見面都可以問我拿錢 陪月園練玩詐騙 媽媽一個接一個小時 馬上東張西望 歡迎收看, 東張西望 近日有酒店發生了偷窃事件 而整工的過程 就更加被CCTV拍得正 事情就是這樣 片段中可以看到 有兩位男士在吃東西 而後面有位朋友在穿外套 但他搞了很久, 也不能穿外套 為什麼? 原來他想用外套遮住手 來偷人家的袋子 阿姨, 到手了 他當然馬上用外套遮住袋子 就走人了, 是嗎? 市主已經報警了 總共損失大概是四千元左右 而我們也聯絡了酒店 就說事件已經交由警方處理 其實連近歲晚 真的有很多賊者出動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提高警覺 沒錯, 連近歲晚也有很多人 會去街市買菜, 準備團連飯 但最近菜檔的叫賣聲也出了事 十五分三點, 鎖定石楼, 十二分兩步 得家啦, 得家啦, 本店做得家 新鮮, 新鮮, 新鮮 這些重複又重複的街市交響曲 大家都可能聽到慣了 但若然聲量太大的話 真的會令到附近一街坊都挺受罪的 太大聲了, 耳朵都嗡嗡聲 很精神緊張, 有點噪音 因為有時想問一下老闆一些東西 根本都聽不到 我覺得經常都很吵 因為我們在家有時睡覺 都會很大聲在喊 元朗合財街一間蔬果店 因為播放叫賣錄音太大聲 對街坊造成滋擾 昨天被粉嶺裁判法院 裁定違反噪音管制條例 罰款三千元 三千元? 丟個煙頭也罰一千五吧 是吧 我現在已經電了很厲害了 他在說甚麼, 我聽不到 但是梳果店 為甚麼要把喇叭開到這麼大聲呢 不用我喊得那麼辛苦 他不需要我喊 其實有街坊說 你其實也挺大聲, 你認不認同呢 有時都是大聲一點的 這是事實 之後會不會保持聲浪名 要再小聲一點 可以小聲一點 街坊都說看來這次佛福 多不少都發揮作用 姓梁的確是小了 來到荃灣, 一樣有交給我聽 我想說各位觀眾 開始聽不到我的聲音 但是會聽到甚麼 八塊斤 青龍蘿蔔, 四塊斤 四塊斤 元朗聲勢浩大 荃灣一樣有賽檔格階對場 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事件影響 今天的聲浪已經小了 OK, 始終做生意 不要那麼大聲就行了 不要那麼大聲 好像現在這樣, 接不接受得到 OK 以為噪音問題只是丁山一果 其實這些叫賣聲 早已傳千里 我們去到將軍門這個街市 有賽檔繼續開行喇叭 招來四方客 就算相隔幾個舖位 也聽到那些菜賣幾錢斤 各位的幫助, 請問 今天出來幫我找大力壓 你過來坐, 接著一個 同一條黃金落瓜, 三塊一斤 八落八, 兩塊一條 一條黃花鼠, 同一三個 一條黃金山, 同一斤 我們只留了五分鐘 同一段錄音, 至少重複播了十次 雖然未算聽到耳朵 不過這些洗腦式的轟炸 是否真的會多了人光顧呢 不會自己喊這麼辛苦 工作了十幾個小時 對嗎 對 放一點點, 比較有氣氛 是否真的會令到生意好一點呢 放了喇叭 怎麼說, 也有一點點 這位員工聲稱會調小聲一點 不過, 相隔十幾個店 沒有開喇叭的菜單當主 就表示, 錯到頭暈了 最慘的是我們 這裡最接近 這裡最接近是… 對… 連這裡也聽到嗎 聽到, 很大聲的 報警叫關掉 後來關掉了, 待會又開過了 它是一直開店, 還一直開著 是… 有時候是下午才開的 是 沒有太認真 至於樓上, 當然是覺得 四天很吵、很煩 是否今天你們能夠關切他們 說不出話, 是會… 有時候是嚴重的事 不需要, 太大聲和太密集 不過現在好像沒那麼大聲 早前會大聲一點 可能現在有人說收斂了 相比賽當, 其實旺角行人尊重區 聲浪也不少 有時經過人聲、車聲、喇叭聲 有些分貝, 隨時比紅館開演出的 其實有空間讓人唱歌都是開心事 但他們已經不是唱歌 而是喊歌的話, 真的很難接受 想熱鬧一點也明白 因為尤其是如果有東西要慶祝的話 更加要大羅大鼓 再次恭喜大家 這麼人齊 原來昨晚萬千聲揮頒獎典禮慶宫宴 得獎的台詞幕後自然要喝一杯 不過最值得慶祝的一定是頒獎禮的 總收視高達33點、6點 超過220萬的觀眾捧場 是2014年以來最好的成績 Lisa姐更加代表TVB同仁 拿了一個50周年光輝大獎 成為當晚熱焦點 其實公司邀請我去接受這個獎 我覺得我責任重 因為我代表過去50年 一些幕前的藝人說的話 我將平時他們有時也給我反映一下 再加上這47年來 我也是有一個在這間公司 這麼久都有一些體會 有體會的點子Lisa姐 好像早前被河縣東疾 不斷錯失的唐詩詠 終於吐氣楊梅拿了事後 誰知惹來網民不同的評價 最難的就是如何在這些聲音中 你仍然可以不要懷疑自己 仍然可以堅持你想做的事 你這樣會和馬鳴開另一部劇集 新年後就會開工 我也是新年後才開工 情人節豈不是可以在你旁邊吃飯嗎 我們可以先吃飯 可以,說了很久了 吃飯吃了沒有?究竟你現在做事後 是否不請 我在等你 真有事 朱神麗說情人節要遠走高飛 回老家 非文藍有何廣佩 唯有黏著好兄弟合緊交杯 情人節,我又會如何慶祝 先問一些有情人的… 我就跟他過 我要開工,沒辦法 你怎麼跟他過 沒有 他也是在廠,他也是在公司 大家… 我們每天都會看著他 12廠走,15廠 大家互相偉藉一下 我想觀眾會想知道阿廣多一點 對,阿廣多你會怎樣過 我想我還是跟家人過 因為過完年… 已經是家人嗎 我家人,你家人 你會想得到嗎?大哥 謝謝 再次恭喜你,貝兒 謝謝 聽說我們網民 透過BigBig Channel等網絡平台 總視頻瀏覽量 更加超過800萬 多人瀏覽固然好 但如果以下的片段 就越多人看越深芳芳 話說有幾名英國的飛躍道高手 日前去到尖沙著的天台想跳 已經有保安人員阻撓他們 說會報警 他們一於小利,繼續跳 三個人由一棟大廈跳到另一棟 都真的很牙煙 他們的速度都相當快 有時還跨越兩棟大廈 就算是高手 但始終意外的東西 都不是你說能控制的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試 大家真的要疼自己的身體 雖然現在說醫學科技昌明 但也千萬不要貪玩 普通膠水只可以用來貼東西 但醫療用的膠水就可以用來治病 有一種病,過往要用手術治療 現在用膠水貼就可以了 這種病在香港非常普遍 有醫生說以往求疹的患者當中 三分之二需要手術治療 有嚴重個案 患者傷口還會突然噴血 是甚麼病令人害怕 是否積著有青筋 受害者之一 可否說說哪一部份有 腳刮狼 現在都很疲…有時候也很痛 除了站在這裡 長時間搓或經常蹺腳 都很容易有靜脈曲張 即是職業司機 O-L或者護士 甚至我都很容易有 醫生說靜脈曲張 成因主要由遺傳引起 加上經常要走、要站的人 就更容易引發 過去治療方法以外科手術為主 切除變壞了的血管 不過近年已經有暫身的科技去處理 這個膠水療法 只需要微創手術進行 傷口活細小很多 復原也較快 手術前 醫生會預先標示清楚 有問題血管的位置 一切準備妥當, 手術就正式開始 我們用超聲波 肯定了哪一條靜脈有導流之後 就在手術室, 把病人麻醉了 接著看著咫咫針 進入到靜脈裡面, 放一條管 那條管很長的 直接去到軀幹靜脈 和深層靜脈的膠節位 接著就一直打膠水 一直慢慢拉下來 接著就在外面給皮膚壓力 把血管壓扁 就像膠水的作用 就是把血管黏在 讓它不會有血液再流通 把血管黏在一起, 手術時間只要五至十分鐘 加上準備時間 大約一小時就可以完成 但是這個做法有什麼風險呢 如果喉嚨的位置準確 平發症其實十分之少 有部分病人幾個禮拜後 可能會發炎那條靜脈 即是對膠水有一個反應 那些我們給它一點藥物 就可以控制到 不少患者因為工作要長期暫立 要預防復發 有醫生建議 最好以暴行代替暫立 平時亦要多些運動 和穿著壓力物 我對她完全沒有防範的心 每次來, 見不見都可以問我拿錢 陪月園連環集片 晚晚一個接一個小時 轉頭東張西望 回來東張西望 Hidy, 今天天寒地凍 但我知道大埔區比其他地方都暖 但通常我們說新界區是比較冷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說的是雪中送暖的暖 因為大埔有一間小學的副校長 他非常有愛心 就怕一群學生回到學校會哭雨 所以他就擔著把遮門 在那裡接班學生回學 遇到這麼有心的副校 人們都很感動 但不是每個人都這麼有心 好像生完寶寶的媽媽 想找個培育幫忙 竟然遇上片案 新手媽媽坐月的日子 照顧寶寶又要調理身子 什麼都不會, 無從入手 所以今時今日很多媽媽 一知道自己懷孕了寶寶 就會立即穩定陪月 陪月責任重大 選人的時候當然不可以孖孖 要看他有沒有經驗 會不會處補品 有沒有耐性、有沒有愛心 不過最後 可能都是憑著一個信字去請人 偏偏有些立心不良的培育 利用你的信任 不僅打亂你坐月 還令你激氣和損失金錢 他們就不幸遇到騙錢的培育了 2017年4月就找這個培育 我預產期就是2017年9月 所以叫他9月上班 我就是朋友介紹的 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你覺得他是怎樣 他有很多話說 亦推銷得自己很專業 照顧小朋友很厲害 在培羽這方面 他也做了十幾年 所以沒有選擇之下 我也覺得還可以的 他有沒有問你拿錢? 他那天簽約 就問我拿了四成訂 他收我一個月萬八元 給四成訂即是八千一元 在阿珊生嬰兒之前 陪羽去過他家一次 說看看廚房用具 其實又是為了拿錢 他說先家一早要下訂 提早收十二日 每日二百五十元送錢 即是三千元 加上薪金、訂金 他還沒上班 一共收了一萬一千一百元 而且一上班後 就立即要求收下 如下日子的人工和送錢 不過前後只上了十七日工作 另一個個案主角Cindy 去年五月在網上討論他 招聘請陪羽 有人主動認證 預計陪羽在去年十一月上班 我每個月的薪金 是一萬八千元 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我給了一萬四千元 包括九千元訂金 然後給了一千五元 是第一個星期的送錢 以及三千五百元是買薪草錢 那我第二次見面的時候 他就說起 其實你簽一個月 但你開刀 其實我補不到些甚麼 給你一個半月 才夠 這樣就加了半個月的培餘時間 所以又再給了一半的按金 即是給多了四千五百元 第三次見面的時候 就給了送錢 總共五千元 所以三次見面 總共我給了二萬三千五百元 每次見面都要求拿錢 陪羽要求收多少 兩位媽媽都給到竹去配合 但是這個陪羽做事 就沒有做到竹了 他回了十七天工作之後 就沒有再上班了 他就跟我說他出診 出了兩天之後 我再問他, 康復了什麼 他就回覆我, 生到全身都是 因為太久他沒有再聯絡我 他也沒有上班 我就問他, 尾數怎麼算 他一直拖我 又不跟我算數 又說沒空 至於Cindy的情況就更加慘了 薑醋沒有煲, 又沒有退錢 上班的日子還只有六天 第四天開始, 遲到早退 跟阿B洗澡又沒有下減液 阿B的頭髮是黏的 煮的食物又油膩 鍋和鍋是沒有洗的 到最後那天 我的鍋是燒焦了 我就問他發生什麼事 然後他就打給我 他就說, 行啦 星期一買了一個鍋給你 星期一要上班的時間 完全不見人 從此就已經失去人影了 後來他們在一個社交平台的 培閱黑名單專頁裡面 發現他們請的培閱 原來是同一個人 而且虎主還不止他們兩個這麼少 我就聯絡過Post的版主 之後就聯絡到最近受害的媽媽 你們這個虎主聯盟裡面 你們有什麼發現呢 他回我工作不是出診而不上班 而是去了另一個媽媽上班 那個媽媽就回了三個星期工作 之後他又再不上班 就去了Cindy再上班 之後他在我上班了六日工作 對, 我在虎主大聯盟裡面 認識了一個媽媽 她原來跟我同一約是簽11月的 但她更慘, 她連人影一沒見過 她只是沒有在她上班 但就收了錢了? 收了錢 受害媽媽裡面 竟然有兩個位以上是相近預產期 而這個培閱也照收訂金 擺明全心騙錢 以你們所知, 這個培閱騙了多少人 很多… 我們在社交平台裡面 找到那個樓主的時候 她說最早有一個已經在八年前被她騙 好像在一零年 所以其實她騙了很多年了 對 竟然騙了幾年了 騙了無數媽媽的信任和預知的人工 送錢、薑醋錢 真是無量 我們就嘗試聯絡這個培閱 不然對方沒有接聽我們的電話 其實遇到這種情況, 媽媽可以怎樣做呢 一般的僱容合約 警察不會受理 但是如果有證據顯示 真的有鵝片的成分 警察會著手調查 怎麼會證明 譬如多過一個媽媽 都遇到同一個人是這樣的做法 或者打算都不會提供什麼服務 或者打算提供一兩天的服務 然後就消失 這個也是屬於詐騙的 最高的刑罰是到了十四年監禁 遇人不熟, 隨時變成自找麻煩 那到底怎樣可以避免請到 名不符實的陪月呢? 其實你用不同的方法 去請陪月園也好 我們覺得最重要 就是僱主要安排一個親身的面試 僱主在面試的時候 可以要求陪月園提供過往 一些工作證明 會否有僱主的推薦信 以及有沒有收讀過 一些相關陪月園課程的證書 不要純粹單去了解他的年資 例如可能陪月園說 自己有十年的陪月經驗 但其實他可能只是做過 幾次陪月的服務 陪月園是傳統行業 所謂的行規 五花八門沒有統一標準 不過也可以給大家參考 在訂金方面 我們建議僱主支付月園 不多於10%的訂金 那買送錢又如何計算? 另外, 例如買送錢的安排 以至需要煲餃燥嗎? 就算是煮飯, 要煮的份量是多少 所有這些比較細節的地方 我們建議雙方最好在副養合約裡 列明清楚 兩位媽媽都因為太信任對方 令到騙錢賠月有機可成 我也是第一次請, 所以我沒什麼經驗 我連簽約的時候 我連她的身分證我都沒看過 後來才發現原來她跟我簽約是寫姓林 但其實她不是姓林 你除了通訊息和她的電話之外 你還有其他她的聯絡方法嗎? 沒有, 當時覺得沒什麼問題 我反而看到她的合約很簡陋 好像翻譯了很多次 我還打算打給她一份英俊的 她還說不用了, 我說個信字 我也覺得不也是, 大家都說個信字 你也是打工, 我只是想請賠月而已 合約本身是保障雙方的 不要隨便簽名就算了 其實在合約當中 有什麼應該特別留意呢? 現在這份合約很有趣的一件事 就是一早有個案金 那人還沒上班之前給了她 她不來上班, 你怎麼去追她呢? 至少身分證、副本 或者理解她住在哪裡 在合約上, 當需要行使合約的時候 就要…譬如你要告她 你也要送遞一些文件去她的家 如果沒有她的家的地址 你就做不到這件事 終止合約的通知期都要寫明 萬一陪月真的不能完成合約定名的工作日期 就要根據授聘前雙方訂立的通知期 如果無法配合通知期 就要付代通知金對方 生完寶寶的媽媽身心很脆弱 所以一個好陪月是很重要的 我那時候很幸運 我陪月一方面幫我調理身體 另一方面有時候遇到什麼壓力 不開心都可以跟她聊天 都是輸壓的一部分 所以如果媽媽遇到一個不好的陪月 一方面激心 另一方面患產後抑鬱 也可能關她的事 我也知道剛剛生完寶寶的女士 特別需要有人看護的 而我們這些學者就懂得泰拳 可以自己保護自己 十六位佳黎越戰越勇 幾天前 他們為Kickboxing的表演進行彩排 不知道他們這次參選 有什麼秘密武器呢? 我是九號周卓賢,代表蒙特利爾 我已經準備好才藝表演 把最佳的一面帶給大家 希望大家喜歡吧 我是十號黎絲雞,代表柳翼 我知道比賽當盟會有刁鑽的問題 我會克服困難,做到最好 我是十一號高永坤,代表三藩市 為了這次參選 我叫所有朋友支持我 一定充滿正能量 我是十二號蔡美琦,代表新加坡 我會做好準備,練習廣東話 希望大家都看到我的進步 2018國際中華小姐競選 2月3號晚上 即將寫下美麗新一頁 我們會全程佈入,做到最好 加油… 今天汪仔有地盤再次發現炸彈 經過炸彈,專家初步評估 炸彈的威力相當不小 所以要即時疏散附近上班的人士 還有商場也要下閘 而這次炸彈的體型和早幾天前發營哥 都差不多 之前那個要二十六個多小時才可以解冊 這次不知道要花多久的時間 所以住在附近 甚至乎在那裡上班的朋友 真的要特別小心 大家小心一點 好了,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下次再和大家東張西望 再見 再見 再見